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特朗普及其盟友急于缩小与拜登的筹款差距 白宫和部落领袖对恢复太平洋西北地区归于群体的历史性协议表示赞赏 中国股市交易员的新口号是尽情享受这次行情 趁他还在 特朗普遥遥领先 海力面临南卡罗莱纳州首次势力的前景 查尔斯·绿伊·汉密尔顿帮助定义黑人权利的学者 去世享年94岁 请大家收看 特朗普及其盟友急于缩小与拜登的筹款差距 华盛顿邮报 唐纳德 特朗普和共和党在迎接2024年选举时面临资金缺口 1月底 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拥有5600万美元现金 而特朗普只有3050万美元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银行里 有2400万美元 几乎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870万美元的三倍 华盛顿邮报的分析发现 2023年11月 拜登有17.2万个独特的捐赠者 首次在一年中赢得了月度捐赠者数量 超过了特朗普的14.3万个捐赠者 尽管特朗普积极竞选共和党提名 但拜登在12月仍保持优势 面临财务困难和法律费用 特朗普同意与捐赠者进行3到5个小时的通话时间 他经常给捐赠者写个人信件 签署感谢信 并向与他交谈的人送帽子 特朗普还参加了一些小型晚宴和圆桌问答会 与一些党内最大的捐赠者交流 特朗普举办了许多筹款活动 其中一次在南卡罗来纳州赌场开发商 华莱士切夫斯的格林维尔家中 他筹集了超过600万美元 特朗普在马阿拉哥举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活动 门票价格从1000美元到10万美元不等 用于私人援助会议 大约有30人出席 筹集了300万美元 白宫和部落领袖 对恢复太平洋西北地区归于群体的历史性协议表示赞赏 美联社 拜登政府 哥伦比亚和刘域四个部落的领导人 以及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州长 已正式签署文件 启动了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计划 以帮助恢复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归于种群 该计划将促进清洁能源生产 并在国会同意拆除水坝的情况下 帮助弥补水坝所提供的水利发电 交通和其他好处的损失 中国股市交易员的新口号 是尽情享受这次行情 趁他还在 彭博社 中国股市已从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 变为最好的市场 这引发了谨慎乐观情绪 认为只要有利的市场政策继续实施 这一反弹行情将会持续 北京方面不断出台的政策支持措施 包括国家基金的股票购买和对量化交易的打击 帮助结束了最近的暴跌 然而 这一反弹行情可能只是暂时的 投资者也意识到中国股市的不确定性 主要股票指数仍比2021年的高点下跌了40%至50% 特朗普遥遥领先 海力面临南卡罗莱纳州首次失利的前景 华盛顿邮报 尼基 哈利·妮提·黑利在一次集会上 宣扬了他作为州长期间的十几项成就 他谈到了他领导该州度过的艰难时期 从巨峰到洪水 再到历史悠久的黑人埃曼纽尔M教堂的种族屠杀 我们团结起来 坚持下来 开始工作 他在周四说到 回顾了他作为州长的经济战略 之前一位开场演讲者将他介绍 为南卡罗莱纳州最受欢迎的女儿 然而 在与广受支持的唐纳德 特朗普对决之前 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在他崛起的南卡罗莱纳州的长期记录 在周六的初选前大多遭到了冷遇 现在 哈利正朝着他在棕榈州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迈进 失败 哈利曾担任特朗普的联合国大使 他在南卡罗莱纳州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不顾一切地赢得了2004年的州众议院选举 和2010年的州长选举 这些胜利是在哈利在决选中击败了他的初选对手之后取得的 在竞选白宫之前 他自豪地宣称自己从未失败过 但民意调查显示 他在特朗普之后远远落后 许多党内人士认为特朗普是有望获得提名的人选 一些同事和观察家表示 正是哈利在之前的选举中战胜了被看衰的局面 促使他继续参选 尽管他还没有赢得任何一个州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估计 前总统将在下个月锁定获得提名所需的代表人数 但哈利在周六面临的情况与他之前的选举形势截然不同 虽然他在其中一些选举中是处于劣势地位 但在投票前夕他已经扭转了比赛的局势 查尔斯·维·汉密尔顿帮助定义黑人权利的学者 去世享年94岁 华盛顿邮报 查尔斯·维·汉密尔顿是黑人权利运动的自称学术活动家 他与学生组织者斯托克利 卡迈克尔在1967年共同发表的里程碑式宣言 重新定义了民权斗争 呼吁黑人以自己的方式破坏美国的制度性种族主义 他在芝加哥去世享年94岁 地雷回到欧洲 前线国家担心俄罗斯入侵 华盛顿邮报 俄罗斯周边的国家 如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 正在考虑采用古代战争战术 包括地雷 以加强对潜在克里姆林宫攻击的防御 他们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防线中吸取了教训 这些防线配备了地雷阵地 铁丝网和壕沟 使乌克兰军队难以前进 欧洲国家仍然对获取先进武器感兴趣 但对阻止坦克和移动火炮的重点 有了新的关注 决策者认为 尽管北约将会为他们辩护 但由于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言论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的担忧 能够尽可能地自力更生非常重要 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 正在考虑退出禁止使用杀伤性地雷的国际公约 然而 目前他们正在投资于反坦克地雷 和其他对平民较少危险的军火 这些国家还在沿着与俄罗斯的边界建设 协调一致的碉堡和防御攻势系统 借鉴了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占领地的防线经验 计划包括安装传感器和物理障碍 以阻挡坦克和其他车辆 以及投资于一套反坦克地雷 和遥控引爆地雷的军火库 去年加入北约的芬兰 还在扩大与俄罗斯的北约边界 并就地雷问题进行了单独的国内讨论 虽然由于对平民的风险存在争议 但决策者认为利益超过了缺点 杀伤性地雷公约允许使用反坦克地雷和较小的遥控地雷 由能够区分军事和平民目标的人操作 一些决策者主张 前线国家应退出该公约 并尽一切可能阻止俄罗斯的入侵 目前 各国正在专注于根据当前公约承诺所允许的行动 但继续关注乌克兰的战斗 以获取新的经验教训 共和党人努力摆脱拜登弹劾的泥潭 华盛顿邮报 这篇文章强调了共和党人努力寻找拜登总统腐败证据的努力 他们开始采访直接否认这一说法的人 因此他们试图挑选其他间接指控来维持进展的假象 其中一个他们炒作的指控是亚历山大 斯米尔诺夫声称拜登收受贿赂 但后来司法不证明这是错误的 现在共和党正试图摆脱他们制造的弹劾泥潭 调查即将崩溃 因为弹劾条款不太可能针对拜登提出 然而共和党人仍然要求追究拜登的所谓不当行为 保守派媒体如福克斯新闻和主持人肖恩 汉尼提以及玛利亚 巴蒂罗默一直在推动弹劾的努力 文章称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是 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共和党人将停止努力 等待肖恩 汉尼提说什么 乌克兰前线指挥官恳求参议院领袖舒默提供援助 华盛顿邮报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 舒默率领一支国会代表团前往乌克兰 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利沃夫的军事领导人会面 此次访问旨在加大对国会中阻止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共和党人的压力 据报道 乌克兰军队的弹药即将用尽 进一步援助的延迟可能导致俄罗斯夺取更多领土 乌克兰可能会被击败 内塔尼亚胡发布首个战后加沙计划 纽约时报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提出了一项关于战后加沙的提案 其中包括保留对该地区的军事控制 同时将民政管理移交给与哈马斯没有联系的加沙人 这个计划几乎不可能建立包括加沙和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国 该提案还呼吁解散负责向加沙提供援助的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 并对加沙的教育和福利系统进行改革 这一提议是在巴黎进行可能的停火谈判之际发布的 参议员敦促拜登结束对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的免税待遇 美联社 两位美国参议员敦促总统乔拜登采取行政行动 终止对来自中国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的免税待遇 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和李克、斯科特认为 美国制造商无法与依赖强迫劳动和国家补贴的低成本中国竞争对手相抗衡 这两位参议员表示 对这类产品的免税待遇损害了大型连锁店和其他美国零售商 并指责中国利用奴工来破坏美国经济 免税待遇的门槛从2016年的200美元提高到了800美元 众议院民主党人在年度党派撤退会上讨论解决医疗保健 学生贷款宽勉和歧视问题 雅虎 上周 美国众议院的民主党成员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的兰斯堂渡度假村 举行了众议院民主党2024议题大会 总统乔·拜登和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是这个为期三天的新闻发布会的演讲嘉宾之一 还有交通部长皮特、布地及格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莱尔·布雷纳德 布林肯表示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新定居点是非法的 这是对特朗普政策的逆转 纽约时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美国政府现在认为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与国际法不一致 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制定的政策的逆转 以及美国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的立场回归 布林肯在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 公布计划向定居点增加数千个新住宅后宣布了这一消息 布林肯对这一公告表示失望 称新的定居点对实现和平是逆生产力的 与国际法不一致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来回应新定居点的建设 拜登告诉州长们 他正在考虑移民问题的行政行动 似乎对律师感到沮丧 美联社 乔·拜登总统在周五告诉全国各州州长 他正在探索可以采取的行政行动 以遏制南部边境的移民潮 此前国会的两党协议在本月破裂了 共和党备忘录敦促参议院候选人 在阿拉巴马州裁决后支持试管婴儿技术 华盛顿邮报 全国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NRSC敦促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 支持体外兽金IVF 并拒绝政府限制 这是在阿拉巴马州的一项裁决之后 冻结胚胎被视为儿童 人们可以因为摧毁胚胎而被追究责任 NRSC向参议院候选人发出备忘录 要求他们与公众对IVF和生育治疗的支持保持一致 并公开反对限制IVF的努力 将这种反对视为对家庭价值观和个人自由的捍卫 自从阿拉巴马州的裁决以来 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表示支持IVF 哥伦布男子和前国会候选人 被指控参与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 雅虎 克里夫斯·杜兰尼·Cleofus Delaney 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前共和党国会候选人 应参与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的暴乱而被逮捕 杜兰尼被指控在公民骚乱期间阻碍执法和袭击 抵抗或妨碍特定警官等罪行 法庭文件显示 杜兰尼站在一群暴徒的前面 与国会警察对峙并冲破了路障 杜兰尼是60多名俄亥俄州人中的议员 他们因参与国会大厦袭击事件而被FBI起诉 特朗普法律新闻简报 书记员提交最终的4.64亿美元欺诈判决书 开始计时要求他支付款项 雅虎 2月22日更新 一名联邦法官拒绝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要求延迟支付3.55亿美元判决的30天请求 这项判决是特朗普的破产大学 被指控欺诈案件的和解协议的一部分 特朗普的律师要求延迟支付 因为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迪亚 詹姆斯没有说明他们应该何时开始支付罚款 詹姆斯表示 如果特朗普不支付罚款 州政府将寻求查封他的房地产资产 这一裁决意味着特朗普现在每个月不支付罚款 就会累计260万美元的利息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关于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筹款差距 特朗普及其盟友 急于缩小与拜登的筹款差距 因为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拥有更多的现金 特朗普通过与捐赠者进行通话 写信 举办筹款活动等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 不过 拜登在筹款方面仍然保持领先 接下来是关于太平洋西北地区 归于群体的恢复计划 拜登政府与部落领袖和州长签署了一项 价值10亿美元的计划 旨在帮助恢复该地区的归于种群 这个计划将促进清洁能源生产 并在拆除水坝的情况下 帮助弥补水坝所带来的损失 此外 中国股市正在经历一次反弹行情 由于北京方便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中国股市从全球表现最差的市场 变为最好的市场 投资者对市场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 认为这一行情将会持续下去 在政治方面 特朗普领先的局面 让海利面临南卡罗莱纳州首次势力的前景 尼基 哈利是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但他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支持度不如特朗普 不过 哈利仍在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希望在选举中取得成功 另外 我们还要提到查尔斯 V.汉密尔顿的去世 他是黑人权力运动的学者 与斯托克利 卡迈克尔一起重新定义了民权斗争 他在芝加哥去世 享年94岁 最后 我们还有一些关于拜登政府和移民问题的新闻 以及一些关于以色列和中美关系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